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HTML的学习 那么在上期节课中 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主要是一种什么展示层面 就是让用户能够看得见我们的信息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的网页也可能很想获取用户的一些什么信息 然后提交给我们的网站 作为我们的输入端 所以说我们的HTML 还是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语义标签 叫什么表单表签 表单的语义 这种表单语义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用户 能够把我们的信息输入给我们的什么网站 或者我们的网页 然后通过网页来传统到我们的网站后台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上节课中 给大家提到的一个定义表 定义样式表的时候 提到一个网易邮箱的注册 那么你会看到在邮箱注册中 你看很多这些地方 是不是都是可以输入东西的 对不对 输入东西的 所以这些东西的提交 或者是输入 那么最终都会被我们网站后台所获取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的网页页面 我们的页面是如何来获取用户这样的一些输入呢 首先我们就要先看我们的第一种语义标签 叫什么呢 叫做input标签 这个名字非常的好记 对吧 就是输入标签 那么但是这个标签 大家以后就记住 只要是我们想用户输入的 大部分 八九不离词 都是input这个标签来承载的 那么只是input标签 它会有不同的样式形式 比如说以后我们会经常看到 当然在网易邮箱这个地方 你看不到 可能主要看就是这个什么 横格 对吧 然后我们填东西 好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什么 比如单选框 然后一些什么 其他的一些什么选择按钮等等 对不对 那这些也都可以称之为是input的一个类 那下面我们就还是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不要 先不用去看MTMR手册 我们先简单的写一个代码来试验一下 还是拿我们这个代码下 我们直接输入一个标签 叫什么呢 你可以这样输 就这样输input也行 然后如果说以后熟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什么敲input 然后敲一个什么table 大家可以看到 敲了table过后 WebStorm会自动的匹配到 这个标签属于我们html定义的一个什么语义 好 它这个时候就会把input的标签中 一个最重要的属性 type属性给你列出来 而且让要求你什么 一个红色框来框住 要求你进行填写 所以说也就是说input的标签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属性叫type 那好了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type 究竟是干什么 好 那么在没有看到type干什么之前 它已经有一个默认字叫text 那么下面我们先感性的理解一下 这个text什么样子 好 我们先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加载我们网页看一下 好 大家看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 我们这个页面中 是不是就有一个 跟我们网易邮箱注册的框 很像的一个动作 对不对 我鼠标点进去过后 是可以敲东西 对不对 只是你看这个敲的是点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我可以敲的东西 是用户能看得到的 对不对 然后你看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也是能敲 只是什么呢 只是它的样子 跟我的样子是不是不太一样 对不对 好了 我们说装修风格 是不是都是可以放到后面 我们CSS再来调整 对不对 所以但是语义上来说 input标签 实际上是不是就是可以给我们一种 什么输入框的一种概念 对不对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那么输入框中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属性 叫type属性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个type属性是什么样子 好 找到我们的html手册 Ctrl F 输入input 找到我们的标签 然后进去 好 进去我们来看一下 好 在这个标签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属性是很多的 但是我们很多属性 都是我们后面html5的 h5的第五规范中 才会涉及到的 那么我们现在主要看它的什么 下面一个叫type属性 然后说其他属性 我们可以先暂时缓一缓 我们先看type属性 type属性 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取的范围 就这些 如果说你想再详细看 你可以再点到type 然后进行去查看 下面我们直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type中 比如说我的type是最后一个text 那么说明是一个什么 文本输入框 文本输入框什么意思 就是它在我们的这个框中 你输的所有东西都会什么 显示出来 就是你在键盘上敲什么 它就显示什么东西 对不对 好 这就是一种文本输入框 好 那么你看 像我们网易注册的时候 你看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输点点 对不对 这种输入框 我们来看一下 它也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什么 password 好 你看 当我们把这个地方的类型 类型你看 我们把它改一下 改成password 你看这是不是也会自动提示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我们的页面 你会看到什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页面 你看再敲 你看是不是就起到一种 密码的样式了 对不对 所以说对于input标签 其实我们更多的认为什么 就是这个type 它根据这个type 会有一个什么 不同的样式 然后让用户进行一个什么 进行一个内容的提交 那么具体input中 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属性 那么我们在后面接着来讲 下面我们先把这个input抛回来 就说我们还要再往上看一看 光有input标签 我们是不是还要有一个问题 解决不了 你看 input标签我能输 比如我输了一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 我怎么给我们的网站后台 让我们的后台 可以继续使用我们的数据 好像感觉没有办法 你看我们的页面 只能进入输入 输入过后其实还是给用户看 并没有给网页去看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有另外一个思路 就是说我们的html语义中 要给我们另外一种 就是把所有的输入打包 然后形成一个包裹 通过这个包裹怎么的 一起提交给我们的什么 网站后台 所以这个标包裹 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做form表单 也就是form 也就是form标签 也叫表单标签 就是把所有的输入 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表单 一个表单 就是一个包裹 如果有多个输入 有多个输入 那么当然这个多个输入 如果恰好是同一种类型的 同一种类型的 好 我们都可以放到一个form里头 如果说两个输入 是两个不同的类型 比如说这个输入 比如说是给什么 给A这个人的 然后这个输入 是给B这个人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两个包裹 两个包裹 我们就应该有什么 两个form标签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么form标签 加上去过后 是怎么来做的 我们先看一下 form标签的一个基本写法 还是FORM 然后敲table 好 敲了table过后 也会有一个重要属性 叫Action 对吧 好 那么一定要注意 因为它是包裹标签 就像一个包裹一样 它跟我们的什么 上几课讲的OL和UR非常像 它也是个包裹的概念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的所有的form里面 就全部都放的是什么 就是input类 就是说类似于输入类的东西 输入类的标签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Action Action这个语义 它的意义是在于什么 我们还是一样 打开我们的HTML手册 然后去找到这个什么 我们的FORM标签 FORM标签 然后在这个地方找到过后 我们来看一下 FORM标签中的属性 相对要少一点 对不对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包裹 就相当于我们要写一个邮件 对吧 或者写一封寄一个包裹一样 我们上面要写我们的一些信息 这个包裹信息 所以这些信息 我们相对而言都是相对比较重要的 比如说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Action Action属性中 它指的是一个指的是URL 大家之后看到URL 那么你就把它想象成什么 就是我们的网页上的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链接地址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的包裹要寄到哪 寄到哪 那么Action的动作 它的意思叫动作 动作就告诉你 你要寄到哪个地方 那么比如说你看像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寄到任何一个位置上 比如说我甚至来说 可以寄给比如百度 你看比如http 冒号3w.百度.com 对不对 好你看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什么 可以认为是它的一个地址 对不对 当然这一般地址 我们还要再写上一个什么 比如它的一个真实的文件 真实文件 当然可能百度没有这个文件 这个时候可能百度会返回错误 但是它仍然是可以提交 就是它至少来说是能够寄出去 但是可能寄到的位置可能寄错了 对不对 这是有可能的 好 那么这个Action就是这个目的 就这个目的 它是为了提交所使用的 提交所使用的 好 那么接下来你看我们下面 就还是用刚刚仿照我们的例子 我们看看这个部分 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因为动作它是一个隐藏的 只有我们主动提交才会看到效果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写一个标签 比如我们再写个p标签 我说这是foam表单结束 我们看这个foam表单 如果光这么写会有什么样的 写效果 foam表单结束 好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时候 再刷新一下我们刚刚的页面 好 你看实际上在整个foam 其实看到吗 看不到 所以说你可以认为foam 其实是一个隐藏的 隐藏在什么 我们在整个显示页面中 因为它主要目的是为了 把这个所有的输入信息 打包在一起 而输入信息是可以让用户什么 所见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所以说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输入什么的 放到这里面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输入 我们现在随便的写一个 我们看看 它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input 好 table我们就还是text 看它输 输完之后 但是输完之后 大家是不是也会有一个疑问 我说还差一个什么 提交 对不对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们提交是不是也是一种什么 也是一种动作 就是想办法要让它什么 提交出去 是不是也是一种用户向网页 进行反馈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好 我们也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input标签中 其实仍然在我们的type中 也有一个类型叫什么submit 这个submit 其实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个邮包 就包裹 最终能够提交出去 这是最后的一个什么 损个数据的一个中止点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构造出一个叫做什么 submit的一个什么 用户反馈的一个什么 一个input 就相当于输入的内容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还是用一个实际的案例 看看 好 input 敲个table 然后text肯定不要了 对吧 我们叫什么submit 好 你看 是不是也能提交 对不对 好 我们看 两个 放在一起 好像是两行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它的实际效果是什么样 好 我们刷新 好 你会看到 其实input的标签 看来并不是一个行标签 对不对 就是它不像 你看不像我们的li 对吧 一行一行一行 对不对 它明显是一个什么 是什么 它仍然是 仍然是什么 仍然是一个 我们以后面学的什么 内敛标签 好 接下来我们没有玩 现在我们来看看 我们既然能提交了 对不对 好 如果我现在什么都不输入 什么都不输入 然后你看我点提交 好 大家看 居然也能到百度这 也就是说我们的什么 X型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最终游局游过去了 对不对 游到这来 而且游到的这个页面 是不是也展示出来了 对不对 好 当然这个展示页面 跟我们意义不大 因为我们的后台 我们的后台 实际上是想获取一些信息 那你说 我既然能到你那了 那么自然而然 我的相关的内容 肯定也是怎么了 到了后台 对不对 但是后台 你怎么知道 到了哪些内容呢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 这个页面 跟我们刚刚写的 有哪一个不同 其中 我们说主要后面 有一个什么 问号是不太相同 对不对 也说我们之前写的 什么 这个页面中的邮寄地址中 其实没有问号 对不对 但是我们加了一个 Submit过后 那就提交过后 多了一个问号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问号是什么呢 这个问号 大家注意 就是我们表单 在提交过程中 在我们的邮局的 邮政地址的后面 会把我们的内容 通过问号展示出来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如果我提交什么内容 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我现在输个123 好 你看我点提交 好 你看还是没反应 对不对 说明123并没有 把我们想要的内容 提交给网站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要在 对这个input标签中 还有一个定义 因为我们说了 咱们的输入内容 可能很多 所以说我们就可能要标记 你的123代表是什么意义 对不对 也就是相当 它要有一个什么 就像定义 它是什么名词 是什么内容 对不对 就是这个概念 好 其中这里面有一个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属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属性叫什么 叫做name属性 好 我们看一下 叫name 这个name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最终提交过后 浏览器 或者说我们的浏览器 如何获取用户 那个信息的一个什么标签 就相当那个123那个值 那是值 对不对 这个值究竟是代表什么意思 对不对 它的定义的名词是谁 好 下面你看我们来用一个例子来看 我们在这个text的后面 加上第一个重要属性 叫name属性 对不对 这个name属性 我们随便写 我们就写一个什么 比如写个abc 好吧 就是说你看abc很特殊 对不对 我们看看abc过后 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好 我们看刷新 好这个时候 如果还是我一样 我什么都不输 我点提交 好大家看 问号的后面 是不是多出了abc等号 也就是说 其实abc等号 其实就相当于是 我们这个input标签中 什么name帮我们去什么 去把这个属性加上去了 因为你把这个属性 加上去过后 我们的表单在提交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把什么 你所有的要求 有输入项的内容 什么都会怎么的 加上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这些名词 对不对 这就是名词 但什么内容 因为你输入是空 所以说等号后面 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好 下面我们来看 假设我现在输一点东西 比如我们现在输个1 3个1 好吧 点提交 你看是不是abc等于111 就出来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一段文字 最终是不是也是会被 百度的服务器收到 对不对 百度服务器 是不是只需要 把问号后面内容 解析出来 是不是用户输什么东西 它是不是就很清楚了 对不对 用户要的内容是 abc的内容是什么 111 那具体abc代表什么意思 那自然而然 是不是我就可以 根据什么 用户的这种诉求 然后进行一个什么解释 对不对 哎 哎 者在健康达的内容 我想说 我给你帮你帮我 那就不是 我知道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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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帮你帮你帮你帮我